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一根30分钟开线图等于6根5分钟开线图组成 一根5分钟开线图又等于5根1分钟开线图组成 什么意思呢 这是运用到残忍视觉下的一种地规的一个事项 因为一笔至少有5根开线 顶分底分加上相邻相邻的一根开线 就是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 至少有5根开线 而一个线段的话至少有三笔 而一个标准中枢的话至少换三个三条线段 这就代表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我们是表达就是简化 这方面有简化处理通常情况 日线的笔在30分钟图形上面表达为线段 通常30分钟的笔在5分钟级别呢 表达为线段 5分钟图形上面 5分钟的一笔呢 在1分钟图形上面通常表达为线段 那么呢 简化处理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周开的笔中枢 就是用笔组成的中枢 通常可视为在日线走势图形当中的走势中枢 那么日线的笔中枢 通常呢 可以视为在30分钟级别的走势中枢 30分钟级别的笔中枢 通常可以视为5分钟级别的走势中枢 这是方便于简化处理 那么它不是百分百的精准 因为会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 但是呢 不影响我们这样去处理 这样去简化处理高效率的一种应对 好 那么我们回顾之后呢 再结合个股 也就是像百利电器 这一只够的我们先看它的 例如说 先看什么呢 它的越开线的表达 越开线的表达的话呢 其实长周期来讲 首先这一只够 为什么说它安全编辑比较高呢 认为安全编辑比较高的话呢 咱们从三个视角 第一 从它的基本面 它的一个经营分析里面 主要业务电器机械 包括呢 器材 制造 通用设备 它是属于日本的 像电器设备方向 包括呢 像军工也好 包括呢 例如说这里面的像电磁线 像高中低 高中低压 电器产品 操造材料等等 也就是呢 像这一只个股 它的方向来讲 像电器设备 包括呢 像军工高端装备 风能 智能电网等等 操作概念 它的方向呢 认为还是没问题的 然后再看它的业绩 业绩的话呢 用稳定来去衡量 2020年的年报呢 归宿母公司经营率呢 是一个亿 经营率的增长率95% 2021年的一季度和半年度 它的归宿母公司经营率是 2686万和5614万 经营率的增长率的46%到38% 虽然说呢 和2020年的业绩相比较来讲 就是半年度而言 它是属于这种稳 用稳定来去衡量 还是有增长的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技术的表达 技术表达的话呢 从月开线的视角来讲 它从历史的高点 16块9 那么呢 跌到最低 2块888 就是当前的话呢 其实用大周期来讲 它首先是属于 价格来讲 是属于历史的底部区域 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 好 价格呢 处在这样的一个底部区域 同时的话呢 近期我们会发现量 从月开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近期的量能是体现出来的 量能体现出来 然后的话呢 价格又出来 在哪个底部区域附近 所以说呢 相对来说 安全比例比较高 这个安全比例比较高呢 不代表说 它就一定涨 一定不跌 跟这没关系 只是相比较而言 它属于 从历史的 这种价格轨迹来讲 那么它的一个 价格所处在的一个区域 是历史 相对的底部区域 这是从月开线的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 用长轮视角下的话呢 从月开线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它从两块八毛八以来 实际上 它已经呈现了月开线的比中枢 好 例如说 两块八毛八的位置 这是月开线的一比上 一比下 一比上 一比下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无形当中 它已经形成了月开线的 这个位置呈现比中枢 月开线的比中枢的话呢 那么它在一个月呢 通常表达为四周 那么呢 这个级列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 作为周开线的 走势中枢来去处理 来去对待 那么周开的比中枢的话呢 可以作为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中枢来去对待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月开线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周开线 周开线的话呢 我们来去 从两块八毛八以来对应了 其实呢 它的级别比周 比日线级别呢 要高 比周线级别呢 略低 但是呢 不影响我们这样去处理 这是一个周开线的 线段下跌 然后的话呢 周开线的线段上涨 这个位置是周线的一比下 所以说呢 它的一个中枢处件的话呢 是属于线段 线段 周线的一比 这是周线的这样的一比下 怎么这一比下呢 走的比较 猛烈比较长 不影响我们把字呢 作为一个周线级别的中枢 来去处理 来去对待 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简化处理 就是呢 效率比较高 这个位置呢 它对应了强 可以期待周线级别的 线段离较段 弱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也可能 以中枢衍衍生的视角来去看待 好 这是百利电器 那么当前的话呢 周开线视角来讲 那么当前的表达从三块 六毛五以来 那么呢 强可以期待线段 弱的话呢 中枢延伸 那么这个位置呢 在周开线的时候 这个位置其实是看不出来 它是属于阴阳交替 这个期间呢 是看不出来的 像上的话呢 这属于周线的一比上 这个是单阳不破 那么我们在更小级别来去观察 例如在日线 日线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大周期的一个视角列松 对应的列松呢 在前面 这个位置对应的话呢 咱们刚才讲的 它是把它作为在哪个周线级别的 中枢 这个位置是把它作为周线级别的中枢 来去对待的 那么当前的观察级别是什么呢 我们在日线图形上面 中面看的是这一段的一个走法 这一段的走法的话 对应了这是一个 日线的比中枢的延伸 因为在周黑线的话呢 看到的是属于阴阳交替 然后的话呢 是看不出来 就是呢 它是属于阴阳交替的做法 那么在日线图形上面 就非常清晰 它是属于日线比中枢的延伸 比中枢的延伸的话呢 那么我们观察的是 这个级别它够不够日线级别而已 30分钟日线的比中枢的延伸 30分钟走出中枢的一个延伸 那么呢 我们只是看它够不够够 能不能够成日线的 日线的一个中枢级别而已 那么这个位置呢 再往上 好 这是一个中枢相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回落 那么这个位置呢 首先很明确 当前这个节点 它的一个级别 要比下面的要低 就是呢 定位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30分钟级别 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属于有30分钟中枢延伸 而发展成为日线级别 前面这个节点呢 是属于周线级别 好 我们只要把级别给高等 那么呢 应对或者是应对的一个视角态度 就非常清晰 好 那么像百利电器 当前的一个技术表达是什么呢 首先在月开线的视角来讲 它这是比中枢 周开线的走出中枢 日开线呢 走出中枢这个位置呢 可以强 可以期待相上离开段 周线级别相上离开段 日线级别的话呢 则是一个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然后呢相上这个位置 是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中枢 来去对待 那么后面的一个退院视角的话呢 一30分钟 看它能不能 就是走出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根据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把握这一段 什么时候走完 好 这是一种视角 如果强 这个位置呢 走出30分钟上离开段 再对比它与它有前面 离开段和其中段 有没有被迟 会不会发展成为30分钟的盘整 然后呢 发展成为趋势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呢 不断的走强 走这种可能性 去跟 跟的话呢 后面什么时候出现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和前面同级别同方向 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对应了它的一个向上 才可以 才可能走完 好 这是一个结构 另外的话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 自己震荡或者是 走弱 那么又该怎么去应对 那么这里会让我们去细看看这一段 那么用什么视角呢 用30分钟的一个周期来去观察 30分钟周期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从3块6毛5的位置 其实对应的 这个节点是30分钟中枢 延伸升升级为日线级别中枢 好 那么当前呢 这个节点呢 它是一个30分钟的中枢处建 因为日线的比 在30分钟图上 你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枢的 中枢的线段来具有30分 日线的比可以把它 通常情况下是30分钟线段 我们简化处理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30分钟级别中枢 中枢对角的话呢 那中枢对应过之后呢 这个位置向上 因为前面这个反弹 力度比较强 那么这个位置向上的话呢 那么观察当前的节点是属于量的 没有明显的配合 MICD的话呢 对应的观察的是 它向上能不能打破日线级别顶背离 所以说像百利电器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跟中 这个位置作为三分钟枢 逐渐那么强 可以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呢 如果说和他相比较有背词 反弹向上去的找卖点 但是呢 如果在找卖点拉回中枢以内 但是呢 又不破前面低点 用中枢衍生的一个视角来看 回落下来又是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一个视角 因为大方向的下方 还是有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作为一个参考的 作为一个参照 如果这个位置 相当能够带量 补量 走强 走强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打出去 和前面的没有明显的背词 那么呢 同样找卖点 但是回落下来 只要看看 会不会给出三分钟的视角 上来买点 好 这是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观察 那么我们再用更小级别 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看 用五分钟来去看呢 刚才观察的一个视角 从三块 六五八 对应的 五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这个对应的 这是属于 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 刚才讲到这三十分钟级别的中枢 那么当前的这个左法的话呢 它是属于五分钟的 这个位置 我们观察的是这个三十分钟 这一段 用五分钟的视角来去看 用五分钟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当前它只是五分钟的 中枢组件 这是五分钟的线段下 五分钟线段上 后面的话 如果说这个位置震荡也好 或者是略有回落也好 给出五分钟的线段下跌 前低都不触碰 因为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力度比较强 如果逐渐一个五分钟的 一个中枢过之后呢 来不破前面低点 是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的 向上离开段的 那么就结合了区间套的一个思想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观察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略有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对应的是五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买点 五分钟级别的 买点期待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我看到力度强弱 力度如果说弱 反弹上去和前面这个位置 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 它是五分钟级别的 内二买 转新的阴脉 这个阴脉的话 指的是指的是以这个 五分钟的盘整上 五分钟的中枢组件 相当离开段和进入段 有这样的被迟关系 那么对应的是属于 五分钟级别的一类卖点 就是内二买 转化为阴脉 如果说这个位置 反弹力度不强的话 如果反弹力度比较强 怎么办呢 反弹力度比较强 那么同样 可卖可不卖 但是如果说 回落下来 不破五分钟中枢上延 那么可以期待一个 五分钟级别的二类卖点 再往上走 好 那么整到这一点的话 咱们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接连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位置 当前跟踪的是 用五分钟的一个级别 来去观察 然后逐一的去内推 这个位置是 从它作为观察点 它是当前逐渐的是 一个五分钟的 可以把它做为五分钟 中枢组建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向上 力度弱 力度弱的话呢 对应的 反弹上去的 找卖点 这个卖点呢 一个是五分钟级别的 一类卖点 同时呢 也去防范的是什么呢 防范的是 如果说刚刚接触前面高点 刚刚突破前面高点 它发生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 标准的走势被辞 就是标准的中枢 形成这样的一个盘整被辞 同时的话呢 它这一段和这一段发生被辞 那么这一对应的五分钟的盘整上 防范30分钟 上面来讲的话呢 咱们换一个颜色 加粗 对应的这一段和前面的这一段呢 也发生被辞 对应的话呢 它指的是30分钟级别盘整上被辞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属于这就是用区间套的一个思想 就是呢 区间套就是从大到小逐一类推 就这位置反弹 对应了 如果说力度比较弱 它与它有被辞 它的内部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30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的盘整上 五分钟盘整 又发生这内部的被辞 那么呢 就可以确定它就属于卖点 卖点过中呢 如果是回落 回落它下的话呢 给出一个30分钟线段下 五分钟的盘整下跌 然后呢 发生盘整被辞 然后呢 瀑布前面低点 对应了 又会成为新的买点 新的机会点了 就对的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 可以化解掉这种风险点呢 对应了 这个位置的话呢 咱们换一个颜色 好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回落反弹 回落 这是五分钟级别的 总数组件 然后相传力度比较强 比较强的话呢 它与它 没有被辞 可以期待一个什么呢 期待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然后呢 再往上 当这一段走完之后的话呢 再观察 它与它有没有被辞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力度比较强 和它五分钟呢 和这个位置没有被辞 然后呢 期待一个五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 三点买点 中的走强 不断的走强 走强的话呢 最终它与它也没有被辞 打出去 打出去过 之后的话呢 同样的当这个位置呢 五分钟由盘整上 发展成为趋势上之后呢 也是要找卖点的 找卖点之后的话 回落只要不破 三十分钟中输 上沿的位置 它也可能会发展成为 实现的三十分钟 就于三点买点 其中呢 所谓 利用 被辞和局限套的话呢 是精细化 买点和卖点的 那么像百利电器 这一支购物的话呢 咱们在综合进行点评方向 电器设备 然后的话呢 业绩算是稳定 然后有支撑位置的话呢 历史底部区域 再结合长率视角下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属于越开比中枢 周开走势中枢 那么呢 走势中枢呢 强可以期待向哪个段 弱的话呢 中枢延伸 那么当前的话呢 用小周期来去看的 从小周期来去观察的话呢 它是属于下方有一个 由 比中枢的延伸 30分钟走出中枢的一个延伸 可以把它做作为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的话 当前的一个发展是属于 日线级别上方 组件的是 30分钟级别 这样的一个中枢组件 组组件的话呢 强可以期待向哪个段 那么呢 足以内推 所以说呢 这一支购物 然后再回归到 交易层面的一个视角 说说没有的 等待一个什么呢 说说没有的 其实呢 你把握不同的级别 这种事 这种对应的 周期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回落 反抽下再回落 回落的话呢 用传统视角的 就是大阳不破的一个维多了 同时的话呢 也是5分钟级别的中枢组件 然而把握一次 5分钟级别的 2 这位置为5分钟级别的 1买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作为5分钟级别的 2来买点 那么把握一次什么呢 把握一次5分钟级别的 2买 转1卖 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把握这样的一个走法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呢 对应的其实就属于短线 甚至超短线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处理 来进行对了 如果说呢 看着周期更长 跟着跟周期更长的话呢 对应的 用不断的思想 或者是用 中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是5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你 如果说呢 水平不到位 用咱们前面讲到的一个视角 找自己适合的 这种操作的 级别 包括呢 适合方式 那么就是说用30分钟级别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 这是一笔下 一笔上 一笔下 当前呢 就30分钟的一个视角 观察的节点是什么呢 哎 反弹 强 回落下来 找30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把握 这是30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如果说呢 反弹比较弱 这个位置反弹上去的 但是力度比较弱 5分钟攀承上 然后呢 30分钟也是攀承上 他们之间 虽然这样的一圈套 大的角度来讲 30分钟攀承上的一个 发生这样的被迟 然后呢 内部5分钟的攀承 发生被迟 找卖点 回落下来 走一个攀承下跌 一分钟的 就是日线的一笔下 30分钟线段下 5分钟的攀承下跌 攀承发生被迟 前提不破 在这个位置呢 也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 就是新的5分钟级别的 一类买点 30分钟级别的 30分钟级别的 类二买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级别的 就是把它作为 相比于前提来讲 反弹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这是属于二类买点 类二买 同样是类二买 就是呢 稳健的一个视角来讲 就是用中 就是级别 更高 更稳健的一个视角来讲 就是呢 当前这种级别 5分钟的买卖点 你可以不参与 那么呢 如果说对应了 相传的力度比较强 回落30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 那么是可以把握的 或是说呢 力度没反弹力度 没那么强 回落 靠近前提 前提不破 那么日线的一笔下 30分钟的一个 先段下5分钟的攀升下跌 攀升被迟 对应的话呢 可以把它这个位置呢 作为30分钟级别的内二买 好 要么把握30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要么把我30分钟级别 级别的二点买点 这就属于30分钟级别的操作 操作的一个思考了 好 这是白地电器 那么极端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极端的一种做法呢 这个位置 反弹的力度弱 回落了下来 回落了一笔下 走得比较什么 比较急切 比较急切的话呢 对应了 直接破了前面低点了 这个力度比较急 怎么办呢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对应的 核心的节点 还是属于像前低的位置要不破 虽然强底分 强底分过之后呢 它就属于这样的震荡的做法 如果说反弹 一笔下走得比较深 跌的比较急 反弹的力度呢 比较弱 后面的做反向运动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的线段上 那么观察的是日线的线段下跌 线段内部 存在这样的一个背驰 那么把握的就属于再往下的话呢 把握的就属于日线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不破前面低点 二类买点 好 这是不同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这是白利电器 好 那么讲到此处的话呢 综合去看 就是呢 和同样的一只股票 你的眼界不一样 你的操作的一个级别不一样 买卖买点和卖点 它的结论是不同的 因为那种常理视觉下来 可能它呈现了 例如说一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三十分钟级别买卖点 和日线级别的买卖点 那么你看看自己能驾驭什么级别的 你就重点 把这个级别 招成自己的主要的一个节点 如果说呢 运用的比较知识比较灵活 然而能力 就是对于常理的运用 理解和运用比较灵活 那么你可以通过仓位的分配 然而多级别 灵活去交易 这是根据自己的水平 好 今天呢 只是借助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做出的一个综合性的基础 巩固和分析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一句 好 主观视角的话呢 认为是第一 这一类个国 不是这一支 而这一类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 然后的话呢 未来是可期待的 而眼下的话呢 值不值得参与取决于 你看待它的视角 小级别 短线 那么就是一买一卖 四号自身位 控制仓位 如果中线的一个角度来讲 或者是用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观察的话呢 对应的 那么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一点 或者三十分钟级别的内二买 去把握 如果说呢 更长的一个走续来讲 就是把握日线级别的 日线级别的一个机会点了 这个日线级别的机会点了 刚才咱们也讲到的一个 就是 查的一个 查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请你关注 欢迎几集的留言点赞 几集的赞赏 好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